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今天詹姆士要來介紹一套還蠻不錯用的軟體 叫做 Advanced System Care 它可以來優化你的電腦 讓你掃一些電腦裡面的不必要的東西出來 然後幫它做一些更新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它安裝完後會有一個工具列在上面 把它打開,這個有效能監視器 然後清理記憶體 所以詹姆士會把這個工具列放在上面 如果有在轉那個影片檔的話 有時候就會清理一下記憶體 好,這邊再按一個掃描 OK 它就會開始幫你的電腦做掃描的動作 看有沒有隱私權的問題 垃圾檔案的問題 捷徑錯誤 好,讓它掃一下 那這邊呢 如果沒有勾起來的話呢 就把它給勾起來 這邊可以自動修復 因為如果沒有自動修復的話 它掃描完 它就停了 然後會再問你要不要做修復的動作 那如果你要讓它連續的話 就是掃描完這些自動修復的話 就把這個給勾起來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還有其他的選項 如果你在晚上睡覺 吃錢就可以把它設定自動修復 然後關閉電腦 就可以去睡覺了 或是自動修復 然後休眠電腦 那你可以把它放著 那它自動掃描完修復完之後 就把你的電腦做休眠動作 然後你隔天起來一樣 還是可以使用電腦 但是它已經幫你做一些 已經優化的問題了 好,像一些什麼 效能問題啊 Internet問題啊 間諜Spy 所以它會不會開軟體的威脅 都會幫你做處理 這個還蠻不錯的 那在模式呢 用的是 這個Devent System Clear 10.4 Pro版的 那我們來趁它還在掃的期間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邊呢 好,那我按下掃索 這就是清掃記憶體 就把它不要 沒有用到的記憶體可以釋放出來 好,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支援管理員 我們把它點進去 好,那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現在CPU用了87% 然後是哪些軟體用的比較多的 就可以把它列出來 就有點類似 Windows的工作管理員 好,那像記憶體68% 好,可以看出來呢 哪些軟體用到 這麼多的記憶體 那你也可以從把它打夠之後 把它結束掉 然後這是磁碟 OK,按返回 那接下來是螢幕快照的功能 就是 把你的螢幕拍照起來 你可以在上面做筆記 那這一個呢 在模式上一篇有講過 那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所以還蠻好用的 讓你有安裝 Advanced System Care 就不用再另外安裝 其他的螢幕快照的軟體 好,那這邊有一個 類似電源的按鍵呢 把它按下去 這邊可以從這邊 關機重新啟動 登出休眠或是睡眠 都可以 好,那這模式比較用的 我們還是 工具列停在這邊 然後隨時按一下 這個 清理記憶體的按鈕 因為 轉檔 製作影片的話 蠻好記憶體的 所以在模式3不5時 就會做一下這個動作 這樣感覺 比較不會 轉到一半 結果就出錯 好 OK啊 好,那它目前還在掃描 直疊錯誤 那這個時間會有一點久 把它列過好了 好,來掃描安全性的漏洞 OK 這樣它有掃出來的問題 就會把它做處理 好,略過 因為我的 瀏覽器點按還要使用 它就會幫你出一個報告 說隱私權問題啊 垃圾檔案有哪些 好 那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 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趕快要注意一下 在模式的下一部影片喔 因為下一部影片的話 是Advanced System Care 11版本的PRO版 要做免費下載的活動 那有興趣的就可以 download下來 在你的電腦上面安裝囉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然後 terror 總 Anat 쓰는